OK 大家 这个是PiriTree的马来文课 你们应该已经download了下来那一份纸 如果有的你们有printer的就已经可以把它print出来了 这样你就可以写东西在上面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紧你拿你的纸张还是你的书在旁边做笔记知道吗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要讲的东西是 Fasa Sendi Nama 所以什么是Fasa Sendi Nama 如果从字面上来说 Sendi其实是关节 你知道关节吗 像骨头的关节这样 有关节的话我们的骨头就可以凹 所以它是在一个句子里面把句子连结起来的关节的词语来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我们要知道的重要的关于Fasa Sendi Nama 有什么 考试还蛮长处的一些 错误还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个第1个 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考试长处的一个错误外的 OK 他讲的是 Kata Sendi Nama Tida Boleh Hadir Sechara Behr Durut Durut 不可以连续 出现 他讲的不可以连续出现其实是 直接连着下去啊 OK有两个一样的词 比如说这样 Seline Daripada Itu Seline除了 Seline Itu是除了 OK 所以又多一个Dari Bada 其实它是不需要了的哈 这个没有这样明显 我们看Hinga Ke Hinga Ke Hinga是道 Ka是道 所以要Hinga还是要Ka 选一个 知道吗 Demi unto 这个可以这样 花心经 怎么花心经 因为考试很爱处 Demi unto 为了为了 只要选 一个 知道吗 Hinga Ke 只要选 一个 Seline Daripada Itu Seline Itu就是对的了 OK 所以你改一下 知道吗 或者是你把这个对的写下来写在旁边 OK 你甚至你写错的也可以 你就是写错的出来做一个笔记也可以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 考试很爱处 这三个都蛮 蛮长处的 你会一直看到的 OK OK 第二个东西 我们有要注意什么东西 他是讲喔 如果用到舍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了 OK 用Dari 还有可的时候 又用到舍的时候 这里我不讲 因为他会讲 会有一点点乱 他讲太多了 OK 这里是总 你看这里就是重点了 OK 用到Dari跟可的时候 其实这一句话 这两句话是对的 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他的意思是 每时每刻 你知道吗 时时刻刻这样的意思 OK Dari Semasa Kesemasa 对 因为他这里舍 前面舍后面也是舍 Dari Semasa 也是对 因为他没有舍 他也跟着没有舍 也就是说 他前后要一样 就对了 知道吗 什么时候是错的 他是不是每次叫我们找错误 对不对 说什么时候是错的 Dari Semasa Kesemasa 错 因为他前后不一样了 或者是Dari Semasa Kesemasa 错了 知道讲什么吗 OK 注意一下这个第2个也是非常长处 很重要的 第3个 第3个没有这样长处 不过我也是要讲一下 我们会 比较常犯一个错误 跟这个有关的 他讲 Frasa Seninama 后面要跟着什么呢 要跟着名词 才是最正确的 而不是 动词 形容词 或者是 其他的连接词 也就是说 有时我们讲 Diamakan Dengan Banya 他吃很多 已经错了这个字 Dengan Banya Banya是不会放后面的 因为Banya是多 是一个形容词 不可以放Denggan后面 知道吗 什么时候是对的呢 你加一个Nya 在你的形容词 如果啦 你真的要把形容词放后面 因为你加好像Laju 是块LajuNya 其实他已经不是 在马来文语法里面 他已经不属于形容词了 他就对了 他是一个名词了 知道吗 OK 所以Banya是飞机来的 那个飞机滑动到很快 他讲他飞到很快 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们真的硬要把Banya 这个字放后面 我们可以讲 Diamakan Dengan Banya OK 这个是硬要用的话 可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每次讲 通常我们要用的话 我们会把Banya放前面 OK 就是这样罢了 OK 所以这个是对的 你要记得 Jangnya 才对 要不然这个是形容词 你没有Jangnya 是错的 OK 第四个 OK 这个是讲 如果我们看到 Frasa Senina 那么 有关系到 方向的时候啊 用D 我们有时会用到D 对不对 一定要跟位置有关 才可以用D 比如说 Di Dalam Bilek Dalia 在他的房间里面 这是位置 对 OK 如果我们讲 有Dalam什么东西啊 Di Dalam Masyarakat Gita OK 很奇怪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比如说 这个D已经用错了啦 刚刚我讲的东西啊 OK 因为我在讲社会啊 我不是在讲地方啊 D一定只能用在 地方 OK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Dalam就一定可以用D 不一定的啊 如果他的Dalam 是在 可是他不是在讲地方 Dalam Bunguna An Baha Sa Ma La Yu 比如说 在国语 的用法里面 你看我讲在国语 不可以用D 看到吗 D只是讲地方 有个很长处的就是 Andara 还有Di Andara 哪一个对 两个都是对的 Antara 用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 Dia La Be Ting 谁啊 我可以讲 Dia La Be Dia La Be Tinggi 有点 有点奇怪 如果我的Antara是在讲啦 他比较什么啦 Antara 我可以这样讲 Antara Ali dengan Abu Ali La Be Tinggi 这个是对的哦 因为我讲他们两者之间呢 Ali比较高 我不是用地方吗 我没有用到底 OK 如果我要用到Di Andara的话 我要讲地方 OK Amin Duduk Di Andara Ali dan Abu 这个也是对的哦 因为我在讲地方了 我在讲位置了 明白吗 Di 只能用在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 就这样简单 就那么直接罢了 OK 我们来看第五个 你要做一下笔记 知道吗 OK 接着 Dua Frasa Sendi Nama Yang Serupa 其实他讲相等的 相等的相同啦 OK 不完全是一样啦 OK 他讲可以 可以在一个句子里面呢 可以有两个 Fasa Sendi Nama的 通常呢 都是跟Dan 还有Atau 有关的 其实Serta也是 只是他这个Serta Serta跟Dan 是一样意思 比如说 Pen ini untuk abang 这个笔呢 是给哥哥的 Dan untuk kakak 也是给姐姐的 是可以用的 可以这样两个一起用的 OK Baju ini digunakan oleh Amin 这个衣服是Amin用的 Atau 还是你用的啊 是可以这样用的 OK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常处的 因为他没有讲什么错误啊 还是怎样的 OK第六个 我应该翻上一点先 OK 看第六啊 六七八 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在里面啊 OK 这个 第六的是讲 嗯 哈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很多人错的 甚至有时我们平时讲话 老实讲话 有时讲太快 也是会一下子讲错的 OK Antara Muniba dengan Munira 恩 Kal Pileciapa OK 刚才我好像也是讲到这句话 好像也是讲错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常处 我跟你讲 就是在 Muniba 和 Munira 之间 OK 你选谁啊 OK 如果这样问的话 Antara 很多时候后面会 用到胆的 所以我要你 做一件事 你可以scroll回去看 我刚才讲 我讲 Ali跟Abu之间 谁比较高 可能我也是讲错了 你知道吗 因为口语上 我们确实每次讲错了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是用 Dangan Antara Muniba Dangan Munira 你选谁 或者是该我讲的是谁比较高 Antara Ali Dangan Abu 谁比较低级 我可以这样问 明白吗 Antara Ali Dangan Abu Ali 比较低级 Ali比较高 这样咯 所以不适用Dangan 而适用 诶 sorry 我写错 不适用DAN 而适用Dangan 知道吗 很多时候会不小心 我们讲他和他之间 因为华语用和 你知道吗 我们就每次用错了 用到这个了 OK所以你自己的笔记 你可以这样写在旁边 OK啊 第七个啊 OK 这个是讲 温宿格如啊 如果我们用在第2个元素 你看啊在这里有两个元素 那里和这里 OK 他的Gata Sendi Nama Dida Bole di Gugugan 不可以没有掉 就是讲了我讲他跑来跑去 OK 跑来跑去哦 去那边跟去这边啊 可我们要用回 我们不可以讲 错了 那边跟这边你前面各自都要给他们 自己的那一个可 他们都要用回那个可了 知道吗 跟第8是一样的 Sendi Bole di Gugan 他不是去马六加 Tatapi Kuala Lumpur 就错了啦 你要讲 Bugan Kuala Lumpur Tatapi Kuala Lumpur 有时呢这个Tatapi他用DAN 或者是Atau的时候啊 OK 前面有用的 比如说啊 Pen Ini该有用到这个啊 你看Pen Ini 是给个个的啦 DAN 也是给姐姐的 你看到吗 Untu要用两次的 哦 Atau也是一样啊 他前面后面呢如果有用到量 那个Fasa Sendi Nama要用两次的 前面后面都要用的 OK 就是这样 就这里有8个元素 你可以参考回 OK 等下你要做一下这个练习啊OK 这个是 我们要找 他的错误 Bugan 改正他的错误啊 呵呵 呵呵 没用到这个太粗了 Bugan 改正他错误 找一下他的错误啊 DAN OK找一下他的错误啊 三个错误 然后 你把对的写下来啊 OK 我不要讲答案先 等下会给你们答案 你自己try先 我知道 有的也是很懒惰去做的 不要懒惰 反正在家也没有事情做 对不对 你慢慢用时间 不一定要在这两个小时内 你慢慢用时间 慢慢看 慢慢做一下 找一下 OK 不要直接去看那个答案 如果你真的要抄答案 我先答案给你 更好 不用吵了 是不是 你用你自己的时间 很显然就去走走一下 然后回来 再上课 OK 这有很多时间 OK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 Bugan Kesalahan 每一个里面会有一个错误 你要去找一下那个错误 知道吗 OK 给你自己找啊 后面的你自己找 然后呢 很短吧 你看这个才两三面吧 OK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要找错误 你发现一下那一个错误 然后把对的写出来 不用重抄啊 OK 不用重抄 找到错误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 你的考试 这些部分也是 他不用你重抄的 全部 还要你知道是哪一个错罢了 然后现在这种题目比较长处在圈圈题了你要小心更难了其实 圈圈题有时会更难的 OK 所以做完了过后 你可以慢慢做一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这样还是 还是你要用多长时间都可以啦 你就可以看另外一个那一个答案的video啊 OK 就这样先拜拜